哈喽大家好 我是帮你学PS4的法庭老师 这期影片只要给大家分享一下 Futoshop里面涂层样式的实验方法 那到底什么叫做涂层样式 你要记住 它是独立于涂层之外的效果渲染 什么意思呢 如果我们对一个涂层去施加涂层 如果我们对应没有在这一个涂层上 真真正正的去建立像素 而是仅仅渲染出了一个效果 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填充不透明度来验证 那现在有这样一个图片 如果我想在这里去打上文字 我就可以切换到文本工具 在这里点击一下 出现光标之后 直接就可以进行输入 在这里我给大家输入一下 法庭老师输入完毕 点击属性栏这里的对号 直接就可以了 适当给它移动一下位置 把它放到这样一个地方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去验证这里的填充不透明度 怎样去调出涂层样式呢 我们可以双击涂层右侧空白的区域 一双击直接就可以调出涂层样式的对话框 那在这里有很多的样式你可以去选择 那我们简单给它添加一个投影的这样一个样式 我勾选一下 直接就在这里添加了一个投影的样式 那此时投影的样式已经出来了 点击确定 直接这一个效果就被我们制作成功了 那接下来我们就可以使用填充不透明度 到底什么是填充不透明度 填充不透明度可以影响填充在这一个图层上像素的不透明度 那如果我们建立的像素没有填充在这一个图层上 那更改填充不透明度 它们的效果是不会发生改变的 我点击一下向左去拖动填充不透明度 去降低填充不透明度 那你会发现只有原先白色的地方不透明度降低了 而投影的效果它是没有改变的 拖到最左侧 你会发现只存留了投影的效果 而原先的白色完完全全就消失了 所以说这就证明了图层样式是独立于图层之外的 它并没有在图层上直接去填充出像素 那依据这一点 我们可以制作出很多有意思的效果 把它拖到最右侧 那哪些效果呢 我们可以选中它 Ctrl加勾 也就是Ctrl加载键 复制出一个新的图层 把下面的一个图层关闭 然后可以双击下方效果右侧空白的区域 直接就可以再次调出图层样式 那这里我们不给它添加投影 我们给它添加一个鞋面和浮雕的这样一个样式 会出现什么样的效果 勾选一下鞋面和浮雕 你会发现鞋面和浮雕的效果就出来了 那此时去降低填充不透明度 哦 你会发现直接就制作出了这样的压痕名片的效果 直接点击确定 这样效果就出来了 那当时呢 我们还可以再来复制一层 Ctrl加载键 复制出发听老师拷贝2 把它移动一下位置 移动到下方这里 我重新给它输入一下文字 Adobe Photoshop教学 OK这样我就输入成功了 把它放到左侧这里 Adobe Photoshop教学 那就发听老师Adobe Photoshop教学 那OK接下来就可以双击这一个效果 右侧空白的区域 对不对 一双击直接就可以调出涂层样式 那这里我们不给它去添加鞋面和浮雕 我们取消勾选鞋面和浮雕 我们来给它勾选一个描边这样的一个效果 一勾选描边 你会发现直接就出现了这样空心文字的效果 为什么呢 因为原先的填充在涂层上的像素 它的不透明度降至了最低 所以说中间这里白色的区域就没有了 但是填充不透明度影响不到涂层样式 所以说就可以制作出这样空心文字的效果 如果你点击确定 直接这样的效果就出来了 所以说利用涂层样式 可以制作出很多有意思的效果 这期影片就和大家分享这么多 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的频道 一定要记得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主要是给大家分享 付出少物软件使用技巧的 我们下期影片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